假設類似像你可以在B123 上面輸入就是123 那C123的話就是456 那他希望怎麼樣呢 最後做出來是這個串接的結果 是先顯示裡面的位置 然後呢串完之後呢 再去串這個B C 就是他的那個C1到C3的位置也是串在這邊 最後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最後呢好像他還希望在最後面加個等於 這個後面再加個什麼 AND 當然這個地方等AND什麼呢 等於最後的結果 AND 然後最後的結果是21 所以其實就是把21等於21打上去就可以了 他要看到的結果類似像這樣子 OK 這個是他要最後看到吧是不是 那可是他做一個盲點 他不知道我們前面有講過啦 可以把裡面的值抓出來 裡面的值要抓出來的話 當然你可以用Range 這個B1 就可以抓裡面的E出來 那也可以用Sales Sales的話呢是幾列呢第一列的B欄 也可以抓到裡面的資料 那抓出來 可是問題我現在不是要抓裡面的值 而是要抓他現在的位置 OK 那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如果你要把那個位置抓出來的話 要顯示出的是B1這樣的訊息 那其實你可以利用那個我們的 當然剛開始如果你不太會 有一些功能不太會 或者甚至我們有些沒有交到的話 那你可以在開發人員裡面切到Visual Basic Visual Basic裡面的話 你可以從這個環境裡面 當然字可以把它放大 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這個字可以把它放大 不過好像有一個同學 不知道哪個同學 有沒有在 他發了Mail問我說 因為它是Windows池 裡面的Excel的2007吧 他說把它字放到12或其他的按確定 他還是沒有變 這個我倒是沒有遇過 所以我就建議說 你是不是 是不是要可能更新 Excel2010以後的版本 會不會這個問題又解決 他是說 他也照我這樣方式做 但是就是字不會放大 這個我是沒遇過 因為這種奇怪的現象 蠻多 也許是不是版本不相容 不過因為都微軟的東西 理論上應該不太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所以這個導致因為 我是 除非說他能夠 是不是有設定錯誤 如果沒有設定錯誤 那這個可能就微軟的版本的bug吧 是不是有64位元 可能Windows10是64的 然後Excel可能32 不過理論上應該向下相容 但是實際上怎麼樣 可能還是要這個有遇到問題 我們再來看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要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那如果 你不知道怎麼做 你可以用什麼 檢視裡面的那個 即時運算視窗 這個即時運算視窗 是我平常 比如說有些 屬性跟方法 可能我大概知道 可是我不確定的話 那我可以在這邊做測試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抓的 不是那個Range 這個用Range 用Range物件 這個前面做過 Range B1 比如說我今天假設我B1 Enter會怎麼樣 它裡面 後面加一個點Value好了 點Value 裡面抓它要裡面的值 它會出現什麼 不正B1裡面的值 Range B1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得到它裡面的 點 它的位置的話 你會發現 點下去它有個address 如果address裡面 你把 跟正一下 這應該是這樣 前面加一個問號 空一格 這樣才OK 如果你把這個地方 加一個問號 是把它print出來的意思 print意思說 把那個B1裡面的資料 幫我print到底下 Enter一下 你會發現它會把1抓過來 有沒有 那如果你把這個 改成B2的話 它會是什麼樣 它會把2抓過來 這個問號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print的意思 print print就列印 幫我把值列出來 然後什麼值呢 把這個B1或B2 不是B2 把值 Enter它會把值給帶過來 那如果說我想要測試什麼 測試帶什麼呢 帶它裡面的位置 位置的話 在那個顧名思義 屬性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所謂的address 有沒有 那其實 你如果想要徹底了解 那個range 這個物件能做什麼 反正點下去全部都有 那有的時候 因為是英文環境 反正你 大家能夠拆都在拆到八九成 有的時候有些即便我知道 但是有時候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試一下 所以我用address enter一下 你會發現它在 把B2的這個位置帶出來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B1加B2加B3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把range 點address B1的address帶過來 串接一個加號在中間 串B2的address 再串B3的address 串完不就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但是會有個問題 因為它把那個address帶過來的時候 它會幫你帶一個絕對的位置 那絕對位置的話 我不要這個 $符號的話 那你可能會需要用另外一個函數 哪一個函數呢 你可以把它取代掉 前面我們好像有用到 一個函數叫做那個replace 所以你可以用replace 把串接的結果裡面的$符號 全部都取代掉 輸出就可以看到這個結果了 那一樣呢 B3也可以 然後再來就把它全部串接 就可以完成了 大概邏輯是這樣 應該會做吧 因為同學問我 我就把它叭叭叭叭 照著我的想法 就把它打完 就丟回去給同學了 也許啦 有些東西其實 我也不是可能知道怎麼做 但是有些問題 這個東西太廣泛了 你說所有VBA 所有的屬性跟方法 我不可能每個都用過 但是我有的時候 所以我一直強調 你學習VBA不是去背哪一個功能 或者是它的屬性 它的方法 而是你要活用 常用的一定要會 但是不常用的 以後你可以透過邏輯推敲 你也可以得到你要的答案 而且其實它的做法 沒有不止一種 也許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但是你也可以 因為假設有的人 他的邏輯不一樣 他會用另外一個屬性 跟另外一個方法 也可以做出一樣的結果 那你不能說他錯 因為 程式設計的優點就是說 什麼都可以 但是缺點也是什麼都可以 就是怎麼做都可以 也就是沒有標準答案 那怎麼樣做才是最好的 所以我一直強調 我的這個課程的程式 盡量是什麼 第一個 程式越短越好 所以你會發現我那個程式 怎麼寫是最好 反正寫越少的程式越好 OK 所以我就謹遵這個原則 第二個寫法是 程式越直覺越好 這個程式怎麼來的 是我想到的直覺 我看到的結果 去把它寫出來的 所以大概 所以你們看我的程式 都會有這兩個原則 那如果說 可能程式太攏長 我一定會把它怎麼樣 盡可能的 能夠去掉的都把它去掉了 所以你會發現 即便可以做很複雜的事情 但是程式盡量越短越好 OK 為什麼越 當然你程式太多 人家一看就昏倒了 對不對 所以以前我剛才教的時候 我就寫一堆 我發現一寫越多 同學的臉色越難看 頭越痛 整個 那另外的話 也要能夠 看就知道 你到底要寫什麼 所以看能夠知道寫什麼 可能盡量還是要加上註解 否則的話 你自己寫什麼 自己都看不懂 那最後 根本後面的話 就有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 也許有興趣同學 可以試試看 也許你可以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這邊就123 然後我要的答案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OK 那要怎麼把它做出來 OK 那有興趣同學 可以想想看 這個 這個範例的話 也許 也可以當成一個 所以我會累積在雲端上面 把這個 有興趣同學給試試看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回到那個 我們上禮拜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是利用 那個 三波打 跟那個三一夫 然後三一夫裡面的話 我們有一個教師演習的範例 另外還有講到有關那個 就是 保護跟破解 這個我想 又應該有概念 盡量 反正你只要遇到那個 你不希望讓人家看到公式的部分 你可以保護起來 另外如果你要破解別人的公式 很簡單嘛 傳到那個Google試算表 把它轉成Google試算表之後 那個保護就消失了 這個方法非常好用 我想你們應該有拿到一些檔案吧 可能也被保護起來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另外的話呢 產線的人員工資 可能產線123 那你可以用透過什麼呢 透過那個 還記得吧 那個問號 代表一個字兩個字 如果兩個字 如果兩個字就兩個問號 三個字就三個問號 如果不確定幾個字 你可以用新號 OK 所以萬用資源 這兩個還滿重要的 OK 只要是Criteria 只要是條件 都可以類似用這種萬用資源來表示 這個還滿重要的 因為後續我在進階課程裡面有查詢 查詢其實裡面呢 也會用到像萬用資源 比如說不管前面是什麼字 或者後面是什麼字的話 只要有那個關鍵字在的話 我就可以用前後加上新號 就可以查到我要的部分 另外的話呢 還有什麼用Large 跟Small 這兩個函數 去查這個範圍裡面工資最高的三個 跟最低的三個把它加總起來 應該還有印象吧 上個禮拜講的 然後呢 今天的話 另外還有配合一個叫Raw函數 這個Raw函數的話 就是它會去抓取它現在儲存格所在的列 第幾列 比如說第二列的話 那你把它減1它就會產生1 產生2 那就1 2 3 4 就自動可以做排序 應該還有概念吧 有印象 那我們今天的話 接著繼續來看那個 有關那個抗疹 所以請各位 一按開啟那個 我們的範例 數學函數的範例 那請各位切到那個 counts函數這部分 我第一個是這個範圍裡面 總共呢 我希望這個知道幾個訊息 第一個 這個範圍裡面呢 有幾個數字 裡面有沒有 這些是數字嗎 這個不是數字 那還有什麼呢 這個不是數字 這是文字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話 我想知道說 這裡面呢 有幾個是有資料的 也許你這邊的話 自己再加一下 比如說我還希望知道什麼 有資料的有幾個 ok 然後呢 在旁邊也許你再增加什麼 如果我現在要穿到這個範圍 沒資料的 第三個 另外額外我希望知道呢 有沒有大於30的 假設後面 我大概需要知道有四個 第一個 這個範圍裡面 有幾個是有資料的 數字啦 第二個是有資料 第三個是沒資料的 沒資料就是空白的 ok 第四個就是 哪些是大於30 那我可以用 大概這四個 那這四個的話呢 如果你要用方法的話 基本上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插入函數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那個 插入函數裡面的統計 統計裡面的話 請各位找一下 這邊的話有四個函數 分別就是count 可以算什麼呢 數字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說明 包含數字的 儲存和數目 所以你給一個範圍 它會告訴你有幾個數字 第二個是 count a 是非空白 意思是有資料 blank是空白 異覆式條件 誒 剛好是這四個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利用這四個 那這四個非常重要 因為你可以利用這四個 可以幫你判斷很多東西出來 它的概念跟那個 樞紐分析表裡面的計算 幾個個數很像 但是 有的時候殺機不用扭刀啦 如果你像這種問題 你不可能說把它丟到樞紐分析 分析完再把它丟回來 有點太遠了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假設我用count 給它一個範圍 按確定 53個 如果有資料的話呢 一樣 你可以統計裡面的話 用那個count a 所以你們找到count a 然後給一個範圍 當然它可以給好幾個範圍 第一個範圍 第二個範圍 59個 也就是說有六個 其實是 有六個大概就是這個吧 不是數字的 true force這些 那每一資料的有幾個 你可以用count 什麼呢 count blank OK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函數裡面很多是什麼 什麼blank 空白的 那給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裡面幫我算一下 有七個是空白的 OK 所以基本上加起來 其實有資料 沒加起來的話 大概就66個 大於30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找到count if 這count if 跟那個上個禮拜講的那個 那個sum if很像 差別是說呢 它是算幾個 所以你會發現少一個條件 不用加總 就是回來幾個就對了 那只是條件 criteria有沒有 如果我是大於30的 那當然的話 它會抓 第一個一定是數字 第二個的話呢 判斷說它是不是30 如果4的話呢 幫你加1 一直幫你加 全部加在一起 總共有幾個呢 那一樣喔 你把它跳離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加前後雙以後 總共有7個 OK 所以這四個問題 請各位試一下 了解一下那個 在Excel裡面呢 如何去計算 某個範圍裡面的 比數 那比數部分的話呢 最常用到的 就是我剛剛講這四個 這四個喔 你不要看 其實 其實很簡單 但是呢 利用它呢 可以幫你找出很多 本來很複雜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變簡單 好 所以呢 待會的話 延伸性的練習題 你也可以看一下 conif裡面還有個範例 那 除了這個範例之外的話 也許待會 也可以看一下 在那個 我們的範例檔裡面 有一個黑名單篩選 跟一個conif的那個 樂透財統計 那我好像記得 前面我們也有一題 題目那個是 同學問的問題 好像統計那個什麼 兩個範圍喔 那個什麼 就是好像是股票的喔 股票一個範圍的資料 在另外範圍有沒有出現 我有用到conif部分來做喔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conif 喔